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男人做了坏事后 似乎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竟然有让男人生孩子的能力 故事要从女主妮塔开始说起 她的生活被阴影笼罩 父亲在生前欠下了高额贷款 在她离世后 债主们如影随形 不断逼迫妮塔还钱 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 妮塔万般无奈之下 正好答应他们三天之内还清所有的欠款 可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她不停要照顾年幼的弟弟 还要应对这些无休止的骚扰 每当夜幕降临 妮塔就会开始做噩梦 梦中的她被困在一间密室当中 还有恶魔在梦境中肆虐 这让她终日不得安宁 为了彻底解决这笔债务 妮塔决定与男友阿杰采取极端措施 投一票大护人家 这样就不愁还钱了 甚至阿杰的好友马德坚决反对 因为她担心妮塔的加入 会成为他们行动中的隐患 妮塔早已预料到这一点 很早之前就录下了他们讨论偷窃的对话 威胁若马德不答应 她将揭露他们的秘密 马德尽管担忧 但妮塔这一副要鱼死网破的架势 让她也没有办法 阿杰最终承诺 会把这次偷盗所得 全部拿给妮塔用来还债 但要求她不要参与盗窃 面对阿杰的提议 妮塔却断然的拒绝了 阿杰被逼无奈 只好带着妮塔上路 此时马德的女友芳芳 警告妮塔删除录音 后者见状立刻照办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她其实并不想出此下策 只是现在真的很需要钱 马德虽心有不甘 但终究还是驾车驶向了目的地 这场艰难的旅程就此展开 马德和方方轮换着开车 经历了24小时的长途跋涉 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一栋别墅 他们利用内线提供的情报 知道屋主今天不在家 但他们还是耐心等到了晚上 在车中 稍作休憩的妮塔做了一个噩梦 还把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但他们的装备有限 仅有三部对讲机 因此妮塔需要紧紧的 跟随阿杰一起行动 三人好不犹豫地翻过了大门 确认屋内确实空无一人 马德立刻前往二楼探查 留下阿杰和妮塔负责一楼 阿杰告诫妮塔 虽然这一家人家财丰厚 但他们需保持克制 不可贪得无厌 两人各自展开搜寻 收获泼风 然而在妮塔专心寻找财物时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房门突然关闭 妮塔并未过多在意 只是继续取走了抽屉中的翡翠手镯 完全忽略了阿杰的叮嘱 另一边阿杰在衣柜内 意外发现了一颗女性头颅 顿时吓得瘫坐在地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掠过妮塔的身后 后者当然是有所察觉 立马跟随黑影进入了另一个区域 阿杰基于寻找妮塔 两人在地下室的入口相遇 阿杰疑惑 那个黑影是谁 看起来像是自己的弟弟小巴 尽管他甚至小巴在出租屋里待着 然而妮塔执意要一探究竟 且不顾阿杰的劝阻 禁止地走入地下室 而在二楼 马德在搜寻时 偶然发现了一面大镜子 他看见镜中的自己 肚子竟然变得跟孕妇一般大小 这可把马德给吓傻了 阿杰和妮塔两人 在地下室内 发现了一个躺在地上的女人 后者表示自己名叫纳提 并请求两人救救自己 阿杰心中泛起了嘀咕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可没过一会儿 他就下定决心 冲上前去准备救提纳出来 道义有道 虽然他们是罐头 但其实人不坏 妮塔却觉得这样不妥 在他看来 没搞清楚情况就救人 是不合适的 阿杰一听觉得有道理 便询问纳提 为什么沦落至此 没声响后者哭着表示 有人想杀了他 这下阿杰和妮塔可傻了眼 开始怀疑屋子里 是否还有其他人的存在 阿杰也赶忙问道 是谁想要下次毒手 纳提一惊吓得说不出话来 阿杰健壮 只好先去帮其解开 手腕上的绳索 不料绳子急去升温 把阿杰给烫伤了 这令在场的几人 百思不得其解 阿杰不死心 还想再次尝试 却还是一样的结果 纳提哭得离花待雨 阿杰无法按耐自己的怜悯之心 却被绳子烫得倒在地上惨叫 一边的妮塔看男友不行 抡起一把斧子 三两下就把绳子砍断 两人随即把纳提 从铁钉镇里抬了出来 几人牵脚刚走 摊坐在角落里的一人 就动了动手指 两人背着纳提 退回至一楼 并和马德碰了面 后者见状 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也没顾得上回答 妮塔首先冲到门边 他们打死也想不到的是 一打开房门 门外竟然是一堵 结结实实的石墙 可不久之前 几人才刚刚从这扇门里 走了进来 怎么就弃上了一堵墙呢 他们实在是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在这个结果眼上 妮塔感觉有一些眩晕 马德见状 连忙去开另外一扇门 却发现还是一样的结果 当众人陷入混乱之际 小方驾驶着他们的车 前来门口接应 他通过对讲机联络阿杰 妮塔接过对讲机 与小方交谈 请求后者稍等片刻 同时顺手开启了房间的灯光 然而马德此时的情绪激动 全然没有心思对话 只是狂乱的揣着墙壁 动作越来越大 只是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 藏在柜中的煤气罐子 他随即将煤气罐取出 试图将其引爆 以炸开出口 这无疑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举动 甚至会危及自身的安全 幸运的是 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们及时跳到了一旁 可及时是这样的爆炸 石墙依旧坚固如初 马德对此事感到困惑 认为这背后定有妮塔的原因 回顾过往 他们共同去过许多房子 却从未遭遇此类怪事 面对马德的质疑 妮塔置若罔闻 这个时候 马德试图夺过妮塔手中的包裹 发现里面藏着大量的财物 这显然违反了他们的原则 马德觉得 妮塔简直就是一个扫把心 而妮塔却辩解称自己并不是盗贼 言辞冠冕堂皇 阿杰赶紧出言劝解 让他们都冷静下来 强调 首要任务是找出路 妮塔跟随马德一起探索 期望能找到新的出路 在一间宽敞的卧室 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份家族谱戏 几人救出的女孩纳提 似乎正是这个家族的传承人 另一边 阿杰看到纳提在自顾自的念叨着什么 便走近纳提 想要听听她在说些什么 令她印象不到的是 纳提的眼睛突然发生变化 监视变得苍白 既然被一片乌黑所取代 随后还吐出一只小虫攻击阿杰 此时的纳提已经化身成一只恶魔 阿杰陷入了恐怖之急的幻觉 吓得她哇哇大哭 这个时候 马德听见了动静 连忙赶来查看情况 可纳提似乎抓住阿杰 就不想放手 他笑着告诉几人 今天所有人都会死 话音刚落 阿杰的幻觉更加严重 这时他认为眼前的马德才是纳提 必须杀死纳提 才能结束这一切 随即两人展开了一场近身肉搏 马德没有办法 只能被动防守 因为阿杰是他共患蛋的好兄弟 而且他知道 阿杰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纳提还在一旁下咒 让众人永远也走不出这栋别墅 这片马德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挣脱出来 只能赶紧逃出这个要命的房间 阿杰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 另一边 方方拿着对讲机来到了院内 实际上跟他对话的是纳提 但声音却是阿杰 纳提空出手来 开始对付方方 只见他神出鬼没 时不时闪现到方方眼前吓唬他 并且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方方也不惯着他 一拳抡了上去 可谁知他越是用力 纳提就越是高兴 因为方方的攻击 对他完全够不成一点伤害 方方忍无可忍 使出吃奶的力气 让纳提的头来了个360度回旋 可即便是这样 后者也还是哥哥对着方方冷笑 方方彻底被吓傻了 迈开步子撒腿就跑 但他怎能跑过一只恶鬼呢 还没跑出去多远 他就倒在地上 被纳提送去打卡下班 画面一转 尼塔来到了一个房间 却被身后伸出的大手给按住了额头 他随即昏了过去 一个名叫大卡的男人 把阿杰也拖了进来 拿出一些粉末放在他的头上 随后也对尼塔如法炮炙 没过多久 阿杰和尼塔从昏迷中苏醒 大卡透露 是自己刚刚救了他们 纳提刚刚给几人下了咒术 让他们出现了幻觉 还险切自杀 大卡询问阿杰 为何要救纳提 阿杰坦诚 自己本来是来窃取财物 无意中遇到了纳提 出于本能出手相助 却未曾料到 事情会变得如此棘手 大卡文言瞬间怒不可遏 他强调 纳提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其身上的邪恶力量 远超常人的想象 阿杰感到不可思议 便问到 大卡究竟是何方神圣 后者骄傲的自称是昔日王族的后裔 20年前 他肩负使命 追捕那些身负超自然力量的恶人 就在两天前 他抵达了这座宅邸 费尽902虎之力 才将纳提困住 打算在恢复体力后 彻底击败他 计划却被阿杰的意外介入打乱 对于大卡的讲述 阿杰和妮塔半信半疑 纳提进一步解释 纳提家族的历史上 曾经有一位拥有邪恶超能力的先祖 这是自己的祖上击败了这位先祖 为了报复 纳提家先祖立下了诅咒 力量必须代代相传 如今已落在纳提身上 他的使命就是将纳提彻底终结 听到这里 阿杰和妮塔这才知道 自己究竟是闯下了何等大祸 大卡补充说 若想真正的杀死纳提 就必须找回 失落上百年之久的马来短剑 依靠这个武器的帮助 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但幸运的是 大卡说他已经能感受到 那把短剑就在这栋别墅之内 背后多久 他就指向了一个洞口 表示短剑就在里面 于是三人就开始往下爬 妮塔忽然震惊地发现 这个地方竟然就是 梦中常常出现的密室 大卡听闻此言 觉得妮塔不是普通人 果不其然 妮塔突然唱起了名歌 并直直地走向一面墙壁 将那笔被封印已久的 马来短剑取了下来 看来妮塔还真是骨骼惊奇 突然只听 砰的一声巨响 疯死别墅的石墙瞬间崩塌 竟然连忙往外跑 谁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纳提不知道又从哪儿窜了出来 他身上的邪恶力量再次增强 大卡已经无法将他打败 甚至为了让妮塔和阿杰先行离开 当场被纳提送去领了盒饭 另一边 纳提竟然召唤出了一群丧尸 阿杰来不及逃跑 被丧尸直接咬死 妮塔的剑状勃然大怒 拿着马来短剑将丧尸全部杀死 最后战胜了纳提 至此影片撒旦的巢穴也就到此结束了 撒旦的巢穴上亿于2024年 影片恐怖元素拉玛看到我全程冒汗 讲述了妮塔为了还债 伙同男友阿杰和另外一对情侣 马德和芳芳 展开了对一栋无人豪宅的盗窃行动 甚至一开始还十分顺利 等他们来到了豪宅内部以后 事情却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还无意中解开了恶魔纳提的封印 但在大卡的帮助下 几人最后还是虎口脱险 跑出升天 跟着感觉影片的前半部分几乎无可挑剔 融入了大量地方特色恐怖元素 让许多观众大气都不敢出 剧情和情节也很连贯 人物角色也比较饱满 特点分明 但来到后半段的时候 感觉影片的风格就开始向喜剧和武打方向偏折 恐怖元素也难以避免做了减法 不过综合来看 影片作为一部新类型恐怖惊悚片 还是有着许许多多的亮点 十分推荐大家闲暇的时候去看看原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